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相互关系的问题 上面讲到 真宗时期的宰相王荡 处处对当时的苏密斯扣准 表现出这种容忍退让的这种姿态 那么这样一种表现 王荡自属于如此大度 除了他的心胸气量以外 还有王荡这个人很有眼光 他看到了扣准的裁杠 看到了他的人品 对扣准的人品和裁杠充分信任 他认为你在皇帝上面 前面也不是说说坏话了 到在皇帝前面提提我的意见 你这没有坏心眼 是吧 我做宰相我总是有个会 有做措施的地方 还有你哪些小事情到皇帝那里告状 证我 也没关系 不影响国家的大事的这个决策 而回过头来 王荡自本人又非常的皇帝信任 你说这些事情也是 真正从根本意义上说来 影响不到他什么 他心中很开阔 我们从历史上看 扣准这人确实非常有才干 他是在宋朝是 后来北宋与契当 奠定立了这个赏冤之谋 扣准就是主事者 他确实非常有才干 他给北宋这个朝廷也是 里里外外也是立了很多功劳的 毛病也有 毛病的话增强好胜 是吧 喜欢出风头 性格太刚硬 在当时的宰相完蛋看来 这些都没关系 都可以容忍的 那么除此以外 还有皇帝对他们的特别信任 皇帝特别信任这个宰相完蛋 我以前讲座里 提到这个情况的 几位副宰相 是吧 看见完蛋好多事情 做决定不向皇帝报告 向完蛋提意见 说你这样做不行啊 后来又向皇帝报告 说完蛋好多事情 做事情都不向你报告 皇帝说 这是我委托他这么做的 所以皇帝特别信任完蛋 像宋太祖那样 怀疑说 赵仆和那个苏密士李崇聚 成为儿女圣亲家了 会不会结荡淫私啊 把他们分开吧 如果像太祖这样 产生怀疑的话 完蛋和寇准之间的 这个关系也就无法相处了 皇帝一定会把他们 某一个人调理了 所以说在宋代 出现这种恶福大臣相互协调 关系相处很好 这个机构运作很正常 这样的情形 这种是非常理想的一种情形 在两宋期间 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因为要找到这样的恶福大臣 不容易 找到信任他们的皇帝 更不容易 也就是说 在宋代恶福大臣之间 争权矛盾的时候多 协调合作的时间少 那么让恶福之间 互相协调呢 朝廷一个经常性的做法呢 就是让他们两个呢 中苏的这个领导班子 和苏密院的领导班子 两套班子一起开会 开会讨论 不要呢 这个为一件事情呢 互相不痛生气 无休止的争论 这个就是所谓的巨异制度 这个巨异制度呢 以前讲座中呢 曾经详细的讨论过 也就是说 发挥集体领导的这个机制 恶福之间的矛盾冲突 势必造成极大的内耗 影响中央权力机构的正常运作 那么这样又会使中央机构 棒子呢 效率低下 那么形成光疗 拖沓作风 为了解决这个弊端 恶福之间呢 需要相互 参与对方的事务 建立起协商机制 那么宋真宗以后 也就是北宋的第三个皇帝 宋真宗以后 恶福之间的协商机制 基本呢 逐渐给建立起来了 恶福之间呢 在向皇帝报告之前 或者向皇帝报告 某件事情以后推下来 恶福两套半只开会讨论 那么宋人文史资料 记载里边提到的说 三省苏明院巨义 这样的记载的 在宋真宗以后呢 慢慢多起来了 宋真宗以后 成为朝廷的定制 我首先来介绍 宰相是怎么样来 节制苏明院的 就宰相怎么样 把苏明院 置于他的管理 或者说 兼解管理之下的 因为前面提到 恶福队长大权 君政民政分离 君权独立 这仅仅是统治者的 一种理想的设置 在实际运作中不可能 在实际的实施 和操作过程中 即使能够达到相对的分离 也达不到上面所说 这种理想化的状态 历史的严格 环境的需要 帝王的喜好 个人的才能 都会不同的程度地 影响到权力的运作过程 历史严格 就是说 从历史的发展变化来看 宰相和苏明史 他们权力直接 互相渗透过 苏明史曾经 把宰相权力 拿在自己手里 宰相曾经掌管军政 所以两者之间相互掺和 所以从历史严格上 发展变化来看 有时候也会出现权力的变异 这是历史严格 环境需要 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战争 战争年月 你说像精兵入侵 宋高中 整个流亡政府在逃难 这个重大战争随时发生 还来得及 难恶福之间 去吵架 去讨论吗 这种环境需要 有时就要合并 或者 专门听一方的意见 这个军王的偏好 帝王的偏好 帝王的偏好 皇帝比较信任宰相 或者皇帝比较信任苏明史 这个权力就会发生 这个转移 还有个各种才能 宰相的才能 更出色 或者苏明史的才能更出色 有时候就会占上风 所以说 刚才我讲的这四点情况 都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中央权力的具体的行使 那么尤其我一再强调在 人质的封建装置社会 权力的分配 往往因人而异 那么所以说 宋代的恶福的实际权限 以及相互关系 是十分错综复杂的 他在每一个具体的环境中 都会有变化 那么我们对他做出的分析判断 是一个大致走向的判断 不排除例外 那么宋代同志者 虽然竭力把军政权 从宰相手里拿走 但是在实际中 基本上是落实不下来 或者说 是不能逛车 落实彻底的 像太宗那次逛车 落实彻底了 发动战争 不让中枢参与 结果打了大败仗 后来太宗 就再也不敢这么做了 那么我们去看宋代的资料排比 因为他的这个军政和民政分离 是在北宋的时候 皇帝的意图特别突现 所以我们去看北宋的这个史料 你会发现 其实中枢的宰相 他插手许许多多的军政 大事小事 我这里列三条 一条是曾宗时候 曾宗时候 说河东撞运使 他向朝廷报告 他这个地方有一万多兵 这个粮草不够了 那么他希望来解决这个问题 结果皇帝下召令 是让中枢和苏敏运一起讨论 还有仁宗的时候 那么是中枢和苏敏运一起向朝廷报告 准备要把一大支军 一大 这个一支军队调拨到什么地方去 本来说 把军队呢 这个调拨到什么地方去 苏敏运报告就行了 但是这个史料记载是中枢和苏敏运一起向朝廷 这个报告说明中枢参与了 宋泽中年间也发生这种事情 边塞的一些处体 具体的一些军事政务的处理 是三省和苏敏运 共同向朝廷打报告的 也就是说 从刚才的几条史料来说 涉及到边防谋略 是吧 冰凉接济 论功行赏等等的情况 本来都是苏敏运的职责范围 但是中枢和三省 这个宰相 却时常插手 这个插手到什么地步呢 甚至苏敏运的这个帮子的组成 有时候还得听宰相的话 晚安时作宰相的时候就发生过 晚安时作宰相的时候 不喜欢苏敏运的苏敏臣子 苏敏督臣子 李平不喜欢这个人 苏敏督臣子呢 在苏敏运等于是第三把手 一般来说第三把 苏敏运长官 副长官 接下来第三把手就是督臣子 那么当时 安安时不喜欢这个第三把手的李平 多次向神宗提出要求 把这个人换掉 而神宗呢他呢特别喜欢李平 忠袒护李平 那么晚安时到最后就说了 他说皇帝你这样的袒护李平 这么的信任他 那么你自己看 是留我还是留他 要么我我退位 我不做宰相了 所以呢 最后宋神宗没办法 在悉宁五年的最后呢 把李平给免赐给免掉了 我们可以发现 将宗书展相 秉除在军政大小事情之外 在宋代 基本上是一支空文 那么宋代的展相 他来劫至苏敏运的政务和事务 或者说在不同时期内 或多或少的行使自己这种事务不同 总文武大政的权利 我们可以从历史到现实 从制度到操作 可以找出三点理由 三点原因 第一点原因当然是 宰相事务不同 宰相他本来就有权利来管 是吧 事务不同 总文武大政 在俄伏的相互的关系中 一个总的趋势是 宰相经常要对苏敏运的政务和事务 加以节制 那么这一点是由制度上的原因的 我们追溯制度的渊源和生成原因 古代宋代都规定 宰相宗书是总文武大政 号令所重出 这是对宗宋代宰相执权的解释 这种执权的解释 就说明宰相是可以管军政的 军政大使 当然在宰相的管辖范围之内 如果根据这个解释的话 那么宰相来节制军政 来行使自己权利 封广军政大使 这是他权利范围的 是名正言顺的 宋代尽职尽的这个贤相 或者尚于朗权的权相 他们都把参与军国大使的决策 看作自己分内的事情 比如说 原有初年 宰相司马光有病 不能到自己的办公厅去处理证务 他就通过写信的办法 给手下下达这个命令 来处理证务 那么他写信的时候 是分别给商省长官和苏密院长官写信 就说明了这两个机构 都置于他的这个节制管理之下 第二点理由 重大军事决策的设计众多方面 必须要有宰相的参与 必须要有二府的协调 这个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 重大的军事行动 要调集大量的粮朝 征集成千上万的民夫 为他运输服务 那么古代这个运输条件落后 一般征发的民夫和军队的数量是相等 一个士兵要有一个民夫 为他背着这个粮食 甚至呢 这个人数呢 有时候还会变化 一个士兵要配两个民夫 你派十万大军就要二十万民夫跟着 帮你背粮食 背粮朝 我们可以找宋代这个史料上一些记载的例子 比如说宋神中原封的时候 当时呢 朝廷派了三万多 三万两百二十九人的这个大军 出来打仗 当时运粮的粮夫呢 也是三万多人 差不多人数是一比一 那么像这样的大量的这个民夫的这个调钱 征用 那么这个军国的这个大事啊 他与财政预算 与地方民的调配呢 紧密相关 那么没有宰相的参与决策 是不可以想象的 是行不通的 所以我们看宋代 每到战争发生的 发生战争的时候 皇帝一定会下招令 宰相参与苏密院 这个重大决策 而且这种参与要求你更直接 更具体 不是说 苏密院做完决定以后 通过你宰相汇报一下 走个场面就行 不是这样 宋代发生战争 唯一的时候 这个就是不让宰相插手的次数非常少 一次是太宗对弃当 一次是效忠对这个北方经过 结果这两次是战争不通过宰相 全部是大败 当然宋代打败仗打的也多了 但这两次败仗呢 这个呢 损失程度是非常惨重的 所以呢 宋代一到战争的时候呢 一帮宰帝都要下招令 让宰相参与这个 苏密院的重大事务的决策 具体的深入的参与进去 从宋神宗的时候对西夏发动战争 到了南宋时候的一次一次的战争 那么皇帝 还有仁宗的时候对西夏的战争 皇帝一帮都要命令宰相 兼苏密院的苏密使 或者苏密夫使 如果宰相兼苏密院的苏密使 苏密夫使的话呢 也就意味着两套帮子 合并为一套帮子 这样呢 兼任了以后呢 相互之间就容易协作了 南宋的时候一段时间出现 就说宰相不兼任苏密使 那个宰相召定就说了 说这样不好 如果不兼任的话 苏密院要调前军队 苏密院如果要调前军队 但是呢 财政调拨跟不上去 没有 他军队调拨不了 没有这个财政的支持 那么 国家国库已经空了 苏密院还不知道 还在那里呢 要发动战争 这个战争是没有 这个财政支持 也是坚持不下去的 所以这样会造成 朝廷决策的重大失误 所以说不行 所以呢 在宋代会形成这种情况 在和平岁月里边 宰相会相对的排除 在军政决策之外 或者事情像宰相禀报的话 也走过长 在战争岁月 这种情况绝对不允许 在战争岁月 皇帝要发布招书 强调宰相的参与作用 那么具体的说 北宋初年国家还没有统一 那么战争连绵不断 这个时候呢 宋太祖赵宏运 雄才大略 总郎一切 他的这个亲信心服 赵仆在苏密院 那么苏密院说了算 到中苏做宰相 宰相说了算 这时候呢 决策班子事实上只有一套 那么经过北宋初年的 征战杀法以后呢 全国基本上被统一了 边境上呢 只有西夏和契当 依然是最大的战争威胁 曾宗继位以后 与外族的这个矛盾被突现出来了 景德元也弃当 大局入侵 那么曾宗呢 没有太祖运厄服 与鼓掌之上的这个控制能力 所以对付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他就需要厄服自己的紧密协调 那么所以说当时皇帝呢 得到边塞的这个军事紧急情报的咒报以后啊 都是要吩咐他们先送给中苏宰相看 按道理说送给苏密院看就行了 但是宋真宗都要命令他们的 送给宰相看 而且特别对当时的宰相叫 毕士安和寇准 对两个人下命令说 虽然军队的大事情是属苏密院管的 但是中苏总文武大政号令所出 你们才是总管 也就是说面临着战争威胁的时候呢 宋代皇帝呢 往往是要承认宰相呢 总文武大政的权力 并且把他付诸实践 最后 争中年间与弃当的这个战争 这场战争的主持者 就是宋代这方面的 宋代宋朝这方面的 这个主持者是宰相扣准 而不是苏密院 那么仁中年间 西夏成为朝廷的主要威胁 北宋和西夏之间的战争联名不断 所以呢 宰相监管军政的问题就再次被提出来了 那么当时呢 要宰相叫张世迅和张德相 来参与军政讨论 苏密院的长官 这时候是傅碧啊 傅碧也说 说呢 这个军政大师呢 装盟委任 苏密是不对 宰相应该参与 那么当时宰相呢 不答应 参与军政大事 大臣们就说 这是宰相们呢 在推卸权力 不是呢 他们呢 不是做事情的 这个应该的样子 通过这次讨论以后呢 仁中年间呢 宰相呢 又美人的宰相 都兼苏密院的长官 一直到与西夏战争结束 才 这种情况 呢 才不重复出现 西夏 这个 北宋与西夏议和的时候 就是 这个合议签 签签签签签签了以后呢 当时宰相 甲昌朝 立刻给朝廷散书 要求免去自己 在苏密院的兼职 说现在和平了 不需要兼职了 那么这是 我讲的宰相呢 能够接至 苏密院的第二点理由 而第三点 在日常的 这个政务的处理过程中 二夫之间 如果不互相通生气的话呢 会 发生 证出多门的情况 让 这个 夏季光源 无从 无所适从 在操作过程中 不仅仅是 军政药物 需要二夫的协调合作 许多日常性的事物 小事情 也需要 二夫的互通生气 据例子说 当时呢 朝廷呢 有这个文献记载 叫实证记 把每天发生的大事情呢 都记载下来 苏密院和中书神 各记一套 有时候 你听到的话不一样 你见到的事情呢 同一个事情呢 你从不同的侧面看 大家记载不一样 两套实证记 发生互相矛盾了 不好 就连这样的小事情 梁二夫直接不协调 也不行 所以呢 宋台中的时候呢 就下招令 以后呢 两夫之间的 共同操入实证记 有些东西不对的 对不上 对不上头的话 就当场就可以问一问啊 当事者都还在啊 是怎么回事啊 这样的话 这个史实的记载 就比较准确了 说以后把书密院的 这些记载呢 文献 文资料记载 都送到中书 共同修一部实证记 像这些 朝廷的事情的记载 一些小事情 都要互相协调 那么 宋代也出现过呢 就是同 因为我前面介绍的 同一个地方之官址 或者一个部门的 职位的这个任命 权力分配不清 中书也任命 书密院也任命 好的呢 下面的机构呢 和具体人员呢 不知道怎么 这个处理这个事情 为了消除这种弊病呢 这个皇帝经常也做 这个二夫之间的 相互的调节 调节调整 调整的结果 就是二夫之间的 相互参与 越来越多 那么刚才介绍的 三个方面情况 其实已经包含着一点 就当一位宰相 特别得到皇帝信任的时候 往往会造成 权相独断的鱼面 军政和民政大权 都会归到宰相的手里边 比如说 北宋末年的蔡金 南宋初年的秦桧 都是这样的例子 那么这是人质社会的一大特征 制度的运作 权力的分配 因人而异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内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